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风点微博 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热点微博 你见过WiFi的样子吗 这回算是见着了 纽卡斯尔大学博士生路易斯·赫南 通过持续扫描WiFi网络 将信号强度变成彩色光线条纹 最终绘制出了无宗无形的WiFi网络连接情况图 这些盘旋围绕的明亮光速 犹如幽灵一般缠绕在我们身边 这名博士生表示 我们越来越依赖于不可见的东西 这事儿激起了我的好奇 我想找到一种方法来显示 我们身边的WiFi以及它的变化 再来看这条微博 最近因入狱标准向太帅 而在网络上走红的杰里米 现在更火了 这名30岁的加州男子 被多家模特经纪公司看中 包括范思哲和阿玛尼在内的大牌公司 都有意聘请其当服装模特 根据市场行情推算 杰里米如果接受邀请 每月能净赚1.5到3万美元 不过这种好事的前提是 他必须尽快出狱 目前此人正在接受庭审 保时金高达90万元 不过他的金属称他早已改邪归正了 最后来看这条微博 世界杯乌拉圭1-0淘汰了意大利晋级世界杯16强 赛中苏亚雷斯上演了咬人的一幕成为最热的话题 虽说苏神曾有前科 但是这样的场景还是让人看到目瞪口呆 但更神奇的是 挪威有两球迷在赛前就看准了这一幕的发生 他俩事前在当地的博彩公司 各买了苏亚雷斯咬人一赔175的选项 结果真的一口转翻了 其中一个人总共投注了32元的挪威币 最后得到了5600元 如此神奇的体验 让他兴奋的在社交网络上大晒讲单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奉点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凤凰卫视 凰卫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